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六类人的血糖身高可能是甲性糖尿病 甲性糖尿病它指的是由原发性的疾病所导致的短胀性的血糖身高的现象 不是真正上的长时间的血糖身高 主要包括以下的几类疾病 第一点就是甲抗放脂 甲抗的病人他的甲状腺激素、蜂蜜量增加 经过肠导内吸收的糖分就会增多 测量得到的血糖汁也会升高 第二点就是肝功能不全的人 这类型的人群都于乳糖和磅胀上的代谢异常 血糖中的含汤量会升高 血液中的含汤量会升高 表象为甲性的糖尿病 第三点就是胃切出的人 切了胃以后小肠得以食物中的糖的吸收能力会增加 可出现短胀性的血液中的糖分增多 第四点就是肢端肥大的人 患者体内的绳脏激素蜂蜜旺盛的时候 从而引起糖代谢发生紊乱 会出现血糖身高 第五点就是胰向的疾病 胰向盐或者是胰向切出以后 体内的胰岛素蜂蜜量就会减少 会引起来血糖的变化升高 第六点就是长期的营用披质极数的人群 长期的使用这一类型的极数 也可以让我们体内的血糖质发生变化 出现深拙的情况 感谢观看